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那今天这个大盘的这个行情 我相信应该也不用讲太多了 因为一路下来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都可以去验证 真同的一个超盘级的技术分析 跟你们市场上所看到 所谓的幼幼般的技术分析 到底是差别在哪里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让真红 帮你带到这个安全的出口 让我们带你用放空赚回来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在这一波如果有受伤多单的话 没关系 我说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行情 所谓的整个空方式的行情 还是没有结束 你要把它赚回来并不会困难 你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 我相信随时可以逆转胜 赶快拿起我们的这个拿起你的电话 拨打我们的专线 如果你是超过我们这个 晚上6点半之后 你可以用我们影片右下方的一个打锅的符号 点进去之后 你也可以填写这个表单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现在目前整个行情 其实完全就按照真红所讲的 我每次都是跟你先事先做预告 我绝不对 绝不会事后再放马后跑 对 投资朋友 你看从8月31号 我当初在跟你讲说 那根涨的这个所谓的带量的中红K 很多人喜欢被这个带量中红K被骗 那等一下个股也是一样 我再把你提出来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在空方式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过 空方式跟多方式的技术分析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堆的右右班技术分析的 这个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他就是画上等号 所以一直误判 就从头误判到尾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这个地方叫空方 他知道 他知道这个地方叫空方式 因为他有跟你讲抢反弹 会讲抢反弹 就知道这个地方是空方式 但是他不知道在空方式的技术分析 该怎么去解析 所以当初我在8月31号 全市场在跟你喊多的时候 只有郑鸿跟你讲什么 我说你要知道 那一天的涨111点 是法人要故意拉高去收盘结算的 你9月份你要提 提防什么法人的调节获利卖 投资朋友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21号 整个大盘是不是就照曾宏所跟你讲的 那到9月13号 我还提醒你 我说这个据此波的下跌模式没有改变 那这个当初的反弹的三天之后的第三天 黑十字星出现的时候 那是9月13号的时候 我还提醒你说 因为这个黑十字星来到了刚刚一个压力 压力点对不对 然后月线季线刚好又是反压 你要小心反弹结束 到了9月14号的时候 大盘一开盘跌了400多点 结果收盘只剩下200多点的时候 一堆人又在跟你用这个所谓的 幼幼般的技术分析告诉你 这个长的下影线 叫做逢低的买盘非常的强劲 而且是一根冲天炮 未来要往上冲 要不要冲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了 那只有曾宏跟你讲什么 蝶式又启动 不是冲天炮 而是告诉你这个蝶式 又即将启动 对不对 好到后面 投资朋友你看是不是真的跌下来了 就按照曾宏所讲的 没有冲天炮 而且真的是蝶式又启动了 可是跌下来之后 相对的又有人在跟你讲什么 在昨天的时候我就先 我在29号 不对 19号就提醒你 我说幼幼班一定会接着下来跟你讲说 要打双脚 对不对 20号果然就有跟你讲打双脚的事情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你去想想看到今天 他绝对就去跟你讲打双脚 为什么 因为今天刚刚好跌破之前的14397之后 收在14397之上 我们今天是收14424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 这个地方就是双底成型 最后买点 对不对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 你真的一路这样子走来 你就看到从8月31号 你就被这些幼幼班的技术分析的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真的叫做害惨了 而且还套的越来越多 我资金不断的往股市里面越套越大纲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现在目前为止真的不要再去想这个什么多 什么国安基金要抗盘 好这边要打双底 还是说这个地方 未来有个大反弹 这些事情你先移开 不要再去想 允许明天就反弹 允许礼拜五又要反弹 不管 反正你只要记得真红的话 这边就是我刚才蓝色的字 我在图卡上蓝底蓝色的字是打什么 我说破底行情持续的进行中 这个行情就是要破底 你不要再去想太多事情了 你从很多量价结构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解释 对不对 可是就从我解释你也听不懂 从量价结构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地方就是要去破底 他才会知道 到底有没有一个机会来做止跌 甚至于出现一个大反弹 所以真红也是在等什么 等他破底之后我们再来看 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在他什么时候会谈 而是他在什么 他破底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 那才是重点 所以是破底是必然会来的事情 是一个经过 所以投资朋友在这个还没破底之前 你都不要去想太多 台积电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说 是因为今天 昨天我们跟你讲 我说是因为今天要台子期结算 很多人去追空单 他故意要去嘎你这一天 对不对 嘎完之后 你看今天又回来 不是吗 果然他就只是撑盘 我说你不要去想太多 他就完全只是撑盘 因为他量根本就没放出来 不要只看那个K线 然后再来是金融股 这个地方投资朋友你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说 这个盘就是要破底 你看这个金融股我一直跟你讲 我说这个大盘 真正在撑盘的是谁 不是台积电是金融股你要搞清楚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这个金融股很重要 你要看清楚 对不对 你看金融股在这个地方 上周三的低点 这几天拼命在守 拼命在守 守到最后还是守不住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还没有只是小小的跌破 对不对 因为上周三的低点刚好也是什么 短支点 好今天跌破了 那如果我明天站不上去的话 你就要小心 会金融股会有另一次的什么 法人的卖压 因为金融股几乎都是在法人的手上 那投资朋友你要去想清楚了 假设金融股又再往下跌 我想请问你 大盘会长怎么样 这应该不用讲太多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你继续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金融股的沙盘又出现的时候 你认为大盘不会破敌吗 好那再来就是看钢铁股 钢铁股我在9月20号的时候 就是昨天我还提醒你 我说他已经怎么样 跌破了上周三的低点 有没有 那其实在19号 我就有稍微跟你提醒说 他那个地方的 上个礼拜三低点就快要跌破 差一点点 你要去注意 结果就真的跌破了 好跌破了之后 在昨天我就提提醒你 这样 我说你要留意这个短套的卖压会出场 好 那这个短套卖压 不管是法人 不管是散户 那个卖压一定不会太小 你要留意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结果你看 今天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是不是事先先跟你讲 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很多的事情 你如果能够事先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事先先避开风险 而不是每次都要跌下去 你才觉得真的是如此 那就太慢了 甚至有很多的这个 我就说优优班的技术分析人员 都是跌下去才跟你讲 钢铁股不行 太慢了吧 就是盯着眼睛看 只要你眼睛没有问题 不要说你眼睛瞎了 只要你眼睛没有问题 我相信贴着盘面走的那种分析 你基本上连看都不用看 因为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郑鸿每次都怎么样 事先告知 让你早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短套卖压一出笼 就跌破了短支点 而且今天还带量下跌 这是对钢铁股比较不好的地方 那我希望投资朋友 在我这样子一路的追踪下来 我希望你的手上的一些钢铁股 甚至于船船股有躲开 我最起码在反弹的时候 那时候在反弹 我还记得钢铁股在反弹的时候 我一直跟你讲 那个短压区不容易过 因为他量一直没有放出来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已经提醒好几天了 所以投资朋友 你如果把深宏的话听下去 其实每一波的下跌的之前 你就已经先躲开了 不需要等到他下跌 我都 我好像是那个股市未来人 有没有 我先把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先告诉你 那只在于你要不要去相信 还是你要去相信那些 幼幼班的技术分析人员 那些财经媒体 财经媒体的分析 一些老师 我跟你讲的一些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那再来就航运股更不用讲了 我说航运股说真的 每次我看到这个新进的会员 有一些航运股 我就真的摇头 那竟然你也看我节目那么久了 对不对 我从4月中一直在提醒你 航运股不要碰 航运赶快逃 航运股不要再去逢低加码 航运股不要再去当航海王 投资朋友 一直到他 你看现在在底部出现了个转弱形态 我说过这个转弱形态非盘急跌 不是在低档盘整 就是在怎么样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你不用去想他会往上冲 那现在就是靠这个闪装航运在撑 但是你说他能撑多久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不会去碰他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走完 还没出现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止跌 你要出现两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叫止跌形态 第二个叫做反转形态 所以你连第一个步骤都还没出现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呢 就没有必要 投资朋友这应该很简单的答案吧 所以为什么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很多事情 我只能也怎么样 在口头上用一些 延迟在跟你讲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都要实际上发生 你才觉得好像真的是如此 那可是你的资金又套在那个地方了 不是吗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这些行情 我相信一路一路以来 不管是从大盘 不管是从金融股 钢铁股的 对不对 传产股 甚至于包含像这个航运股 每一次真宏都是事先告知 每一次我都是提早市场 领先跟你讲这边的风险 对不对 投资朋友 而每次市场跟你讲的 永远跟真宏的是相反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要能够把你之前的损失再赚回来的话 真的 投资朋友 我说过这个破底行情 就是在进行 你只有放空才能够赚回来 不要再去想做多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想得通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当然接着下来 你会发现到 你可以像我们这个样子 对不对 用空单把它赚回来 这个都是 这些都不是假的 投资朋友 这些都是有抠讯有时间的 那我们的会员也都有在看这个节目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其实做空在这个空方式里面 他才叫做顺势操作 而你们现在一直在做多 都叫做逆势而为 所以投资朋友 你去想想看 你认为要顺着这个势去操作 你才有办法赚到钱 还是说 你要顺势操作才能够真的赚到钱 这不是答案很明显的吗 我也跟投资朋友讲过 连国安基金都没有办法 对抗这个空方的趋势 如果有办法 今天不会又跌到 这个14000多点不是吗 那早就应该让你看到万六行情 为何没有 对不对趋势最大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过一句话 全球不是只有台湾的股市 台北股市在开盘 你还有美股 还有日股 还有韩股 这个都会影响 包含欧股 对不对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这问题 连大陆股市也会影响 多多少都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你要看清事实 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 你还在懵懵懂懂的 还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来做多 就像我们的新胜利 我说过我们的新空单 打不下去没有关系 有获利 我们就出场 出场之后 再拿新空单再去放空 因为我空的都是什么 高档刚刚转弱的 因为高档转弱的股票 它跌了之后还会反弹 为什么 因为一堆的散户 还是想怎么样 抢反弹 所以说没有关系 我们先补了 但是补也不错 对不对 因为这股价便宜 我说真的 10张还是算少的 20张是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用多 用10张算就好 你可以算多少 3.7万 3万7千块 几天 投资朋友上个礼拜四 才几个交易日 你继续算 礼拜四礼拜五 到今天礼拜三 才5个交易日 短短的5个交易日 让你赚到3.7万 你觉得好不好 我相信 你如果上班做投资 也没那么好贪 应该没有那么好赚 所以我希望同事朋友 其实我常在跟你讲说 我们怎么去赚这些钱 包含像中沙也是一样 我们去放空 放空之后 我们10张也是赚了9.5万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星星也是一样 所以我希望同事朋友 我们在做空单的时候 其实我常跟同事朋友讲过说 我们在做空单不是你的敌人 而是你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股价的下跌绝对不是来自于空单 而是多杀多 对不对 我说过我已经补掉了 ABF 我说补了 我说补完之后那一天 我还跟你讲 你看后面ABF会不会继续再跌 结果他就慢慢给你盘跌 一直在破底 那很多的财经媒体分析人员看不懂 对不对 天天带你去摸底 叫你去买ABF载板 说这个地方已经很便宜了 而且来到低点 所以每天只要他有涨的时候 红的时候 就有人去抢 就有这些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带着会员去抢 抢这些ABF载板 去摸底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你摸的底是 玛利亚纳海沟怎么办 他是全地球最深的海沟 对不对 那你该怎么办 投资朋友 那你要买到盒子 买到什么样 三穷水晶吗 好 那再来看到我们什么 这晶圆代工我讲过 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看过的这个 我之前在跟你讲的 我就说过 这个每次盘在跌的时候 你看这晶圆代工就知道了 他就是怎么样 领先给你跌下去 那快快打趴的名单 我在赠送那份资料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也有怎么样 你有拿收到吗 那我希望这些投资朋友 你可以帮我按赞留言 我希望你拿到这份资料 应该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 在这几天一直在往下跌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给我的按赞加留言 是对曾宏最大的鼓励 那当初我给你讲 这世界现金会跌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怎么样 很难以置信 因为很多散户很想买这个金元代工股票 尤其像世界现金 就很多的这个 一般的散户就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谁跟他讲的 就是拉回就是找买点 结果越买就越低点 那今天还是有人买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要好好的去注意 那再来就是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你不要把这个基本面 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 尤其是在空方式 有没有 我在这多方式是ok的 可是你在空方式不要有这个想法 你看在当初9月6号 滑通的时候这个利多的新闻 跟你讲什么 滑通的需求稳定向上 那乐观看待第三季的云运 那你去查 滑通在前两季也赚的不错 有赚多少 他有赚到2.79元 你算真的好像是不错 股价好像也蛮便宜的 结果呢 投资朋友 你看今天 这跳空下来之后 就已经挂掉了一次 其实前面8月17号 那根长黑我就跟你讲 已经有人在落 你要小心 难得有机会让你解套 为什么你能解套 因为外资跟你讲说 这是iPhone14的受惠股 有没有 当初在8月31号 好 所以 你有机会解套你不跑 有获利你也不跑 现在 甲拍谁 你也不用跑 你就被套住了 应该没有人会再去拉了 投资朋友 为什么 这是33天的筹码 33天的筹码 如果你要让他这些人在解套 要花多少钱 有人愿意在这个空方式去花这个钱 你继续想想看 所以苹果光就变什么 套光光 大家都被套 一堆人都被套了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我常常跟你讲说 不要再去看这个基本面 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包含像宣德也是一样 你看很多人看到这一根的中长虹 很多的财经媒体分析的人 就开始带你去抢 管关系抢什么 这涨股票绝对没问题 就是隔天 绝对不是当天 因为当天你也抢不到 那天涨停板 都涨停板过后的拉回 你又去抢 结果投资朋友 你去想想看 今天又拉回的时候 我想请问你 你有赚到钱吗 没有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幼幼班的技术分析人员 针对这个技术分析 他不知道 其实多空 多 多空是有别的 多方式跟空方式的解释是不一样 对他们而言 那些幼幼班的技术分析的 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他是认为没有差别的 因为他不懂 所以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被这样的 一个基本面也好 或是幼幼班的技术分析的一个模式 你被一路往下骗 骗得越来越惨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会清醒 破底的时候 等到大盘破底你才清醒 你真的拿你那些钱这样开玩笑吗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赶快你要动作起来 赶快要觉醒好不好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有拿过我这些名单的 我这个快打趴名单的 包含我这一路验证的 你天天在看我节目的 我希望你能够按赞加留言 可以让更多的其他的投资朋友 还在受苦受难这些投资朋友 让他知道 有一个真正的超盘级的分析师 我们在这边分享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趋势 甚至于正确的未来 让你提早知道 如果投资朋友你想知道怎么样的去操作 才能够把你赚回来的话 我相信现在的行情 只有怎么样去放空 怎么样放空赚回来交给真红 我相信这一路下来 投资朋友 你已经验中非常多的个股 我也拿给你看过了 对不对 包含行情 包含个股 包含族群 一一的跟你事先告知 事先提醒 后面完完全全的就一一的去验证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赶快拿起你的电话 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 好那如果是说你超过晚上六点半 才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 右下方的一个打锅的符号 你点进去之后 填写基本资料 很简单的三个 三条基本资料 填写完毕之后 我们的助理会在明天 会帮你好好的服务 跟你解说一下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在像目前这样的行情 千万记得不要走错方向 更要记得不要再被这些 幼幼般的技术分析的 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告诉你完全错误的方向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财源广进 我们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